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您現在收聽的是燦爛時光會客室 我是節目主持人管仲翔 燦爛時光會客室是由燦爛時光公司新聞議題中心 以及公民行動影音紀錄資料庫 聯合直播的視訊跟音訊的節目 我們的節目在每個禮拜五的晚上10點 在中正大學新生新式廣播電台 會有廣播的播出 在每個禮拜天晚上9點半 會在公視新聞議題中心PNN 我們會有視訊的直播 之後會在公民行動影音紀錄資料庫的網站上面 我們會有完整節目的播出 今天要跟他談這個議題 我想可能有很多人沒有感覺 但是如果我們常聽到說 吃飯這件事情的話 或是吃米這件事情的話 也許我們就會有一些感覺了 因為我們知道前一陣子政府突然間說 我們的水好像不夠用 所以要開始有相關的這種所謂的限水 跟修耕的計畫 可是修耕聽起來好像是暫時的不耕作 可是這個背後是不是有更多值得 我們要關心的議題 以及從這個相關的修耕政策 或是相關的這些所謂的水資源的 這種所謂的調配的這個政策來看的話 對台灣的這種所謂的糧食 會產生什麼樣的影響 我們今天在節目當中就來跟他談 這一個跟我們民生跟我們吃飯 有非常重大相關的議題 今天節目當中跟大家邀請到的是台灣農村陣線的研究員 蕭喬威 喬威你好 你好 中強老師你好 喬威可以告訴我們 我們知道前一陣子包括台灣農村陣線 還有一些NGO社運組織 其實有去進行抗議 可以告訴我們你們為什麼要去抗議嗎 跟我們剛剛談到的這種所謂的限水 或者是跟整個修耕的議題有什麼關係呢 我可以說明一下就是說我們這兩個禮拜來 就從12月底那個水利署就是還有經濟部 他們公佈了今年104期一起的倒作停灌修跟政策措施之後 那我們就開始跟農民聯絡 那農民了解到這件事之後 那我們開了大概兩三次的行動回憶 那他們就很明確的表示說 這件政策這個政策其實是非常不公益 那是在壓迫是獨厚工業犧牲農業的政策 那在這種情況下我們就決定就是有採取兩次的行動 那我們最主要的訴求是這樣 就是農民最主要的不滿是說 這鋼旱問題的出現是天災 那這應該是要全民一起共同承擔的 但是奇怪的是每次一遇到從90年代以來 一遇到有缺水乾旱的情況 一定都是農業先做節水犧牲 那工業用水卻還是可以予去予求 那就這一點這是農民的第一點訴求 為什麼是一個獨厚工業犧牲農業狀況 這是一個用水資源調配的水權不正義 那第二個就是說在我們的水利法事實上 是有民事水權的順序 就是說我們的民生還有公共擠水是鮮的 那再來就是農業用水 那再來才是工業用水 但是在這個情況下我們發現 工業用水擁有的水權竟然是優先於農業的 那如果說在我們水利法這樣的十八條規範之下 農業顯然是有優先權 那工業要用水 我們認為這個應該是由工業 它的多餘的需求才應該是花錢來跟農民買 而不是說我們現在用全民的納稅錢 去幫工業部門繳納他們所需的需求 那這是一個使用者付費的概念 那再來第三個就是說 農民最不滿的是這一個是關係到農民下來下半年生計 他們生存權 他們工作權的問題 他們等於是被強迫失業 但是水利署經濟部農委會在這個過程中完全沒有通知農民 在我們最初打電話給農民 問農民就是相關的影響 說農民告訴我們是他們不知道有這件事情 那他們不知道這件事情去問各地水利會 水利會就會表示說 這個東西我們還沒有接到公告 所以我們無法跟你確定 那這種黑箱決策是農民最不滿的其中一點 就是說這個經濟部所做的決策 應該是要納入農民的意見的 那再來就是最主要就是說 他們整個停灌修耕是把停灌和修耕綁在一起 但是照理說我們的農作事實上不只只有水田 我們還可以做漢作 為什麼你是逼迫農民去修耕 而不是讓他們可以維持他們生計 轉做其他例如地瓜黃豆玉米等等 他別的都是限制嗎 你剛剛講說他的漢作 他有辦法完全禁止你去做這件事情 是他事實上是製造一個制度 你現在如果說是有做綠肥 然後綠肥翻土的話你可以領8萬5 那你沒做綠肥但是有翻土你可以領7萬8 然後如果說你是種一般的漢作的話 你就領3萬9 那其實這個是一個重點是說 現在台灣很多的農民他都是用口頭約跟地主 錢租約 那你想想看這筆錢給地主的話 地主會希望拿到8萬5還是3萬9 當然是8萬5 那農民事實上他就是他連種的地瓜 或種的玉米他都沒有辦法 因為地主會比較傾向去拿那個修耕的8萬5的補助 而不是對 而不是讓農民說你去做漢作 那我領3萬9就好 但這是攸關說農民如果沒有辦法繼續種植東西 反過導致嗎 這個是荒謬不是嗎 非常荒謬 因為就是所以說我們就會覺得說 你整個配套說是那整個農民的實際更多情況 你都不了解 那你就貿然的做這個政策 而且事實上我們不斷的重生 和農民不斷重生我們的訴求 但他們的回應其實都是 就是都沒有正面的回應這樣 也許我們待會再回過來 談台灣實際農業的問題 其實剛剛談到 程序上面都有很多可疑之處 可是我想要先基本的一個數字 或是基本的一些狀況的理解 就是到底台灣目前的水的 這種資源的狀況到底是怎麼樣 就是說真的那麼缺水嗎 我有點不太理解 例如說好很多朋友 大家覺得說我們其實不是很多水庫嗎 對不對 然後這個旱災難道我們沒有任何的 這種所謂的調節水源的 這種所謂的相關的這種所謂的功能 或者是這些政策嗎 就是我們的水資源的稀少 或是我們缺水的問題是真的那麼嚴重嗎 那我可以解釋一下 就是說雖然說這個水資源整個調配情形 並不是真的是完全是我們的專業 但是其實我們最近研讀了非常多資料 就是說其實台灣的缺水狀況是一個常態性的 那這個常態性的狀況是這樣 就是說台灣年平均的降雨量有2500毫米 但是事實上是世界平均值的近3倍 但是我們能分配到的水量是世界平均值的5分之1而已 那這個最主要原因是因為台灣的合肥 非常就是比較急 那能流做水比較少 那大部分還有很多都是蒸發掉 所以我們有80%的水是沒有辦法用到的 那這個是台灣就是水資源的現況 但是另外一個狀況是說我們的水資源在 這個是一個自然條件的狀況 那人為的部分比較是說我們這20%的水 事實上並不是不夠用 而是它的管理還有管線的維修等等是非常的粗糙的 那這個東西就是會影響到 就是等於是台灣的水庫 不只台灣水庫淤積 然後我們的管線滲漏 然後我們用水的管理和調配 事實上是並沒有一個中央整體性的政策 比如說在調節農業部門和工業部門之間的用水狀況 然後用水泉漁轉 或者說工業部門的水回收 然後不要浪費 或者說就是轉用 比如說用回收污水 用海水淡化方式去供給工業用水 這部分事實上我們都沒有做到 那更不用提就是我們在講管線滲漏率 事實上台灣的管線滲漏率是20% 那世界平均10%以下 所以我們的管線的 事實上我們這個20%等於是 大概是日本在50年前的時候 他們國家的管線滲漏率也是20% 那我們等於就是落後日本的技術是50年 那就是等於是我們的自來水公司還有水利署 事實上是沒有把管線的維修費用 整個算入我們的用水機架裡面 對那其實那這個是我們台灣常態的水資源狀況 那台灣今年確實是遇到剛10年大旱的情形這樣 我們去年的2014年的10月和11月的降水是67年來最低 對所以事實上今年的剛旱情形確實是非常的比較劇烈 對的確這是一個跟天災有關 可是事實上某程度來講 我們剛才談到所謂的冷貨對不對 就是包括水資源的調配 或者是剛剛談到滲水率等等 這個已經平均是10% 我們是20% 這是一個非常非常誇張的這樣的一個數字 當然這樣的一個天災 再跟人後最後承擔的 他應該是一個這個國家整體要去承擔 整體要去承受 可是剛剛談法是說 事實上整個農民是受到最大最嚴重的衝擊 不過你剛剛談到一個東西我覺得蠻有意思 你說在這個所謂的 你們跟農民在進行所謂的溝通的時候 其實很多人都不知道 我們有這樣一個休耕的政策 只到溝通的時候才知道 另外也談到一個有趣的現象是說 在相關的法規裡面有提到說 如果有這種所謂限水的政策的話 當然他必須先考量是民生 或是農業用水 工業用水是比較後頭的對不對 所以這個在程序上面 在法規上面 他們有任何違法失職的地方嗎 對沒錯 那第一個我們剛剛談到是說 那個黑箱決策的部分 那我覺得這個我們後面可以談 那我們可以先談一下 就是說 剛剛第二個問題是什麼 就是有沒有像違法失職 第一個就是包括程序上面 他有沒有通知大家 第一個在法規上面 他明明就已經規定了 什麼樣的水是在限水狀況是可以先用的 但是事實上他去先把這些水 給工業用水嗎 是 那他這個是其實是 第一個是說 農委會還有印記部 他們在做抗汗 他們成立 因為就是 汗災的情況 他們事實上在11月的時候 就有所掌握台灣 因為他們11月就發現 11月和11月降水非常少 所以他們那個時候就有發新聞說 事實上如果說我們12月和1月降水 在這麼少的話 那我們很可能會去做停灌措施 一起到做停灌措施 那很顯然他們事實上是在去年 三個月前他們就有了解到這件事情 但是他們對於事前對於農民的通知 通知或是諮詢完全都沒有做 你想想看 我們有農會系統 那我們也有農民 農民團體 或是農業團體 但是他們完全也沒有做到 比如說去諮詢他們去構定農會 找農民代表 或是諮詢民間的農業團體 去做說 我們有可能怎麼樣跟農民去協調 停灌的事情 停灌是完全強迫農民在下半年失業耶 嗯 那這樣他們完全都沒有做到 那這個是黑箱決策的部分 那第二個部分是水利法的部分 就是說 我們的18條雖然已經明確地去 奠定出水權的使用順序 可是其實我們19條是說明說 假設今天我們的情況其實是非常劇烈 就比如說遇到了水資源非常 完全無法就是攻擊正常的用量的時候 18條的這個持續事實上是 可以不用理他的 我們19條有 有個彈數這樣 就是說 等於是讓行政機關可以在他們認為 最危急的時候 自己去調配水資源的使用狀況 那這個事實上是目前行政官員 就是引以為辯護的 的那個法條 那 財心是很大對不對 沒錯 財心很大 所以這個其實我們有點想接下來談 就是說 我們認為既然說 其實氣候極端化的情況下 我們事實上會一直面臨天災 那我們認為說這種水資源的調配 竟然是已經是一個 整個國家層次的問題的話 他應該要做一個制度性的水權分配 就是說當 就比如說當工業 如果說我們水利法是有這樣的次序 那工業部門需要水的時候 他要花多少錢跟農民買呢 那這個東西應該都是要制度化 而不是說每次遇到這個事情 農委會就出一大堆補助 那這個補助的錢還不是全民的錢 我們認為這應該是要有一個制度 制度的水權 分配這樣 那即使是用所謂的補助的方法 這些補助的金額 會真正的到農民的手上嗎 對 這個其實是這一次農民最不滿的一個關鍵 就是說 現在其實台灣的種作情況是 大部分的老農 他不耕作之後 他會把地主出去給需要 村子裡面需要的人耕作 那他們的工作 因為比如說你就是我的洗大廊 那你就是我隔壁鄰居 他們其實之間的契約是都是口口約 那口口約的話就是變成 在這次的補助之下 他補助的是土地的所有人 那請問真的種作的人 他要怎麼拿到這筆錢 那其實即使有些地主會覺得說 我拿到這個補助 我要跟我的就是租土地的人分 但是也有些很不願意 或是說有些自根農就覺得說 這個補助本來就應該是地主要拿的 我也不好意思拿 你想想看我拿了之後 他以後不想租給我怎麼辦 那他就讓就是地方的人情 產生了一種因為資源的 政府資源分配的粗糙 讓他們的現任關係被瓦解 所以說 這筆補助的錢是補助給地主 那他事實上是沒有 常常是沒有辦法回到 真的實際工作的人身上 但是現在的狀況有辦法去認定嗎 就是假設真的必須要補助 補助真的有辦法給這些實際跟蹤的人嗎 事實上我們是有一直在提出一些 一些建議方案 就是說事實上農委會 因為大部分的農民種到都是繳公糧 那繳公糧的那個紀錄 其實農委會辦事人員是 他們是瞭解的 他們瞭解地方的狀況 而且這個東西你從過去繳公糧紀錄 的那個相關的紀錄 然後這都是在體制內的 有一個做這樣的紀錄 那這種情況下 其實你要去認定說 這個土地到底是誰實際在種作 這是可以做的 但是他們會說就是 我們事實上在跟他們協調的時候 因為我們這次記者會 做兩次行動記者會 那經濟部方都有與我們協調 那他們的回應其實就是說 他們覺得就是 要了解到基層事實上 就是他說我們其實 他們的說法是這樣 我們不知道目前口頭約的 情況的農民有多少 然後地主和口頭約的簽證上 就是他們說我們完全沒有背景資料 所以我們的基層沒辦法做錢 大家要提亮基層的問題 這不難就找農會 或者是一些 是就是 農政單位不就是可以去找到 這些問題了 或去調查就可以知道了 不是嗎 沒錯 就是我們就覺得說 這個是一個有沒有 有沒有心去做這件事的問題 不是推出資質 而且重點是你想想看 如果你完全沒有掌握 農民實際工作的狀況 和他們跟地主的關係 你都沒有完全從事實料 那你怎麼可以冒然去推行這種政策 對 會讓人很懷疑就是說 我們的農會是以什麼立場 在幫農民去爭取他們的資源 嗯哼 顯然的這樣看起來 其實我們農委會大概是屬於經濟部 相關下面的附屬的一個促士吧 就是他只要配合這個整個經濟發展 或是工業發展的一個一個單位 在農民的權益上面 或是整個台灣的農業政策 這樣聽起來 其實這個部門是非常非常嚴重的問題 我們休息一下 我們再回過來談 限水當然是在一個某種程度上面 政府所做的決策 可是這個決策下來之後 看起來受傷受損的 是農民的本身 可是當一個國家的農業政策 隨隨便便的 就是說你要去限水 你要去修耕 或是我用別的方法去補貼你的話 那對整個台灣的糧食政策來看 台灣的整個所謂的農業的 這個發展政策來看 它會造成的影響是怎麼 我們先休息一下 我們先休息一下 您先來收聽收看的是參談時光會客室 我是節目主持人管中翔 參談時光會客室是由公視新聞議題中心 PNN公民行動影音記錄資料庫 以及參談時光節目 我們聯合直播的視訊跟音訊的節目 我們在每個禮拜五的晚上10點 在中正大學金聲金事廣播電台 FM88.1的頻道當中可以聽得到 在每個禮拜天晚上的9點半 在公視新聞議題中心PNN的網站上面 你可以看到我們直播的節目 之後在公民行動影音記錄資料庫的網站上面 你也可以看到後續節目的完整播出 今天要跟大家談一個 我覺得非常嚴重非常嚴肅的議題 就是跟我們的生命生活 跟我們的文化跟我們的產業 都有非常密切相關的 有關於農業政策的問題 當然它起源於整個台灣最近這幾年 特別是在去年面臨到非常嚴重的乾旱 開始我們的政府推出了所謂的休耕 以及所謂的休耕限水等等的政策 當然衝擊到的 首當其中當然就是農民的本身 今天在節目當中跟我們一起討論議題的是 台灣農村陣線的研究員蕭喬威 喬威你好 我們剛剛有談到就是在 所謂的休耕政策一推出來的話 我們看到直接的受到的影響 剛剛是地主跟農民的本身 而這兩者之間其實有更多的爭議要去解決 顯然我們的政府並不去看他們之間的 所謂私人之間或相關的契約的關係 可是我們如果談到是一個農業 這個產業的角度來看 他可能也包括其他的相關的環節 那這樣的一個休耕的政策 對整個農業產業的相關環節 不同的上下游之間的關係 會產生什麼樣的影響 這次在他們推出來所謂的補償補貼政策之後 那我們就發現說 他們只完全關注到農業生產者方 也就是我們所謂的農民 但是他沒有理解到就是說 他作為一個農業主管機關 他完全沒有了解到 事實上農業是一個完整的產業鏈 那在這個產業鏈裡面有育苗業 因為農民要有育苗業 那有肥料資材 然後有相關的代根 包括就是收割 然後還有就是收草 就是打田 然後還有就是最初的那個插陽 然後還有甚至是倉儲運銷 這些東西全部都是整個農業產業 要整個農業產業鏈 那這些東西為什麼就是說 我們農會完全忽視這一點 就是因為代根業者就會覺得說 為什麼我投入了大量的機局去貸款 那今天你跟我說的解方只是說 好吧那我就編換你們的利息 讓你們的利息可以晚一點付 就比如說這半年就不用付 他們目前代根業者就是說 你們忽視我們的權利的時候 政府的回應是這個樣子 那他們就會覺得很奇怪 今天你其實是完全剝奪我的工作權 那我去要求你們去做這些東西 你們不問不問 因為更何況我們在95年 進行大面積的修割的時候 事實上政府是針對插秧 然後還有最後收割整田 都是有訂定補助標準的 這些東西我們數據實際上提出來 那農委會方目前農委會經濟部 他們事實上是 就是我們每次提這個農委出來 他們都假裝沒有聽到這件事這樣 就是說其實基層運作上是有困難 因為代根業者可能有時候只是跟 比如說只是跟地主有口頭上契約 幫他們工作可是沒有收據什麼的 他們就會用各種理由去推託說 可以做的可能性這樣 這其實聽起來我覺得是非常龐大 就是說剛剛我們談到了 包括像這個疫苗業、資產業 那如果我們可以再更往旁邊 不同的面向去看 可能包括相關的通路對不對 是 或者是包括相關的這種所謂的肥料 甚至是農藥的這些業者 他不是也一樣會受到影響嗎 如果把這些人 零零種種的加起來 那個人口應該是數百萬的不是嗎 是啊 就是他那個人口其實他影響到 是很多人的實業 但是他都 他就是會一直把問題關注上 說我們今天已經有給農民補貼了 那等於是說大眾的 一般大眾比較不理解農業生產狀況 他們就覺得說 那為什麼還會有農民團體 還會有農業團體出來 一直在抗爭這件事情 那就覺得大家好像只是貪圖錢 那事實上等於是 我們認為政府這只是做半套 甚至半套都不到這樣 對 這其實是一個非常值得關注的面向 因為我們常會談到說 你今天關注農業 那大家會覺得農業的實際的 這個耕種的人數 也許不是那麼多 或是他打本年紀的比較大 可是看起來 跟這個農業相關的上下游產業 他所面臨到的 所涉及到的這種所謂的人口家庭 那個數量是非常非常可觀 說不定他所造成的影響 並不會輸 並不是小於一般的工業或是商業 對嗎 是啊 因為你看戴戈彥智 他其實需要很多大型機器去做 那這都是他事前的一個投資 那政府近年來一直說 要活化休耕地 要鼓勵大家回鄉 但是這種政策下面 你一看到水資源一提出來 馬上就很顯示出 他們根本就沒有在重視農業 對農業生產者勞動者的真的權益 你不去保障農業生產者 一個穩定的工作環境 你怎麼可能要求農村農地活化 這完全是本末導致的 而且你回鄉不知道要幹嘛 不是嗎 因為像我們有一些農民 他事實上是青年 像比如說跟我一樣 可能是那種二十幾歲的年輕人 他們就是對政府有一個小電農 大地主政策 鼓勵他們回鄉 然後由政府種建他們租地去種作 那他們被推回去之後 結果他們想說 那有大規模 我們可以有大面積的農地 我們可以做我們就投資很多農機具 可是才投資而已 今年馬上就遇到休耕 那你就會覺得說 他們就會覺得說 政府叫我回來做農 可是現在是你們又在阻礙我們充農 想要做事的心 那他們其實心理上是會挫折 而且你這樣就是鼓勵青年離農 對啊 而且他其實會產生這個人口移動的問題 他還是越來越集中在所謂的都市 或是集中在一些比較商業發達的這種 而這種所謂的城鄉差距 或是鄉村的能口老化的問題 甚至少子化的問題 很多廢校小學 必須要面臨廢校的問題 恐怕那是更嚴重的不是嗎 沒錯 整體的這個國家的政策 其實台灣這個整體的國家政策 其實我們知道很多國家 把這種所謂的糧食自給率 視為是整個國防產業 或是國防工業的一部分 因為它涉及到的這些問題 是非常非常的嚴重 那台灣目前的糧食自給率的情形 是怎麼樣 那跟其他國家比起來 我們的糧食自給率是夠嗎 那一旦假設是不夠的話 那台灣會面臨到什麼樣的危機跟衝擊 好 那目前就是說 台灣目前的糧食自給率是33% 或是不到33%這樣 那整個韓國和日本的糧食自給率 是約是 我記得是要40%左右 40%以上 那比較大的 比如說澳洲或是美國 他們加拿大 他們糧食自給率是100%以上 因為他們有大面積的工作可以做這樣 那糧食自給率為什麼 會被說是一個國防安全的問題 這最主要就是說 你可以看到我們歷年來 只要一旦有石油危機的話 那個糧食的價格是隨之動盪 而且不斷提高的 那這種情況下 事實上 我們可能是 就大家都會想說 為什麼我們一定 農業產值那麼低 我們為什麼一定要幾種 為什麼不跟別人買就好了 那你就會看到就是說 資源它的供應是不穩定的 那你如果說遇到石油危機的狀況 人家不願意給你 他們自己都吃不過 他們為什麼要賣給你 那或是說 有時候比如說前陣子 蘇聯還有烏克蘭事件的時候 他們就是以糧食控制 就是說它不出產它的農作物給歐洲 那這都是國家用以控制 或是說抵制其他國家的一個工具 那但是台灣事實上對於這個東西 我們政府事實上 他們說在2020年要達到 兩次自己率40% 但是我們同時看到他們的政策做法是說 不斷的在讓 譬如說他們說要讓年輕人歸農 但是實際上碰到這種事情 他們又搶民修梗 那我們整體政策上 事實上說 整個耕地的掌握 就是說他們 實際上連台灣現在實際能耕地 能耕作的地有多少都不知道 然後農民耕作的狀況也不知道 所以他們在這種情況下 要如何去達到他們所謂的 糧食幾個時差 我們是覺得很可疑的 因為這個是一個就是說 你不可能把你的人民要使用的糧食 是掌握在別人的手上的 你想像我們目前常常從中國進口糧食 那我們是不是讓自己人民的性命和生存 就是都掌握在其他國家的手上 所以你剛剛講說我們的糧食 大概33% 就是33%左右 那台灣的糧食大部分 都是從哪些地方進口呢 因為這個我們看起來 它會變成是一個武器 也是一個外交談判的工具 對不對 那當然從哪裡進口 當然會跟台灣的這個所謂的 生存或者是食用 或者是跟甚至國家安全 都有很大的關係 因為我們可能必須要跟它 維持非常好的一個外交的關係 沒錯沒錯 那事實上我們目前的稻米的自給率 大概是有9成 那其他的話大部分就是從東南亞進口 那像蔬果然後牛奶類的東西 我們的牛奶還有豬肉 我們的自給率其實是高的 但是我們的糧自給率最大的缺口 事實上就是在黃豆玉米還有小麥 我們俗稱的黃小玉這樣 那這些東西我們事實上目前 還有各種雜糧 比如說紅豆啊那類的 那些東西我們大部分都是從美國 然後還有中國進口 對那其實中國其實目前前陣子的食安問題 大家可能稍微有意識到就是說 其實從中國進來的東西 常常是非常有問題的 所以目前再重新回去 政府有相關政策沒錯 但是重新想要回去 種自己的國產的豆子和雜糧的農夫 有稍微增加 雖然那個量還是非常的少 我們黃豆小麥玉米的自給率大概是1%不到 就是說等於是我們國內所吃的黃豆什麼的 全部都是由國外進口 那更不用說我們從美國進口的黃豆啊 都是人家拿來給牛做飼料的飼料雞紅豆 又糾成都是 那在這種情況下 其實我們在雜糧類是非常的無法控制食物的品質 我們只能美國要給我們什麼 我們就拿什麼 這其實聽起來是非常嚴重 因為我們的整個的生計 當然是台灣吃米的人口也許是比較多的 可是其他相關的副食當然有些包括麵包等等 這其實也都是掌握在別人的手上 那最後我想請教一個問題 回到我們剛才一開始談到所謂的限水水資源的問題 那當我們的政府面臨到這種所謂的缺水或是乾旱的時候 大體上來講就是兩個嘛 一個就是它節約用水對不對 就是對一般的民生的這種用水或是民眾喊話 另外一種當然就是所謂的限水 而限水其實包括農業的用水 它事實上被限水甚至要求是修耕 那回到我們這個整體的水資源的政策上面 台灣農村政縣有沒有一套的方法 或是有什麼樣的建議 希望政府能夠去 不要只是用這種犧牲少數人的權益 或者是它其實也是一個整個大多數人權益的這種做法 而讓我們的水資源有更好的運用 跟它的這種所謂的可能性 關於就是說水資源的本身 如同我們一開始談的就是說 水資源 台灣的水資源 雖然說有自然上的條件限制 我們能流作水相對少 但是我們想要強調的是說 就是水資源 我們很顯然目前就是完全沒有做幾件事 第一個就是說工業如何更節省的回收用水 如何比如說他們應該更積極的去做 比如說海水淡化污水處理 還有使用農業維水這樣的東西 第二個就是說我們的管線滲漏率那麼高 那追求源頭其實就是我們的水價相對來講是過低的 我們沒有錢去編列做一個維修水管的預算 那我們入水管預算 沒有去維修 但是政府一直推出解放式 我們再建一些水庫 可是事實上台灣現在水庫的負載率已經幾乎是滿了 我們能開發就能開發 那你既然沒有辦法再去做開源 有這樣的限制 那你為什麼不去解流 這部分做起來 雖然是要成本 但是是一定要做的 為了永續的大家的生存 那這些東西是我們認為說常態性 他們應該要去重新去理解說 要有個中央性的政策去把水資源調配 實際的去理解那個真實的 我們目前真實的狀況 那第二個就是說 談到就是說如果遇到乾旱時期 大家都缺水的時候 那我們要怎麼樣去全民一起去共同面臨這件事情 那事實上我們就談到說 雖然水地法目前有規定水權的使用順序 但是他們有個制度化說 在水量到什麼樣的情況之下 農業大家要節水 那為什麼 那當工業要用水的時候 比如說大家有一個 在大家要節水 那大家都有一些固定的水權 那如果說工業要超出它的水權 去取得農業的時候 去取得農業用水的時候 那它是不是應該要有個制度化的補貼的價錢 因為以目前現在來看就是說 我們補貼的錢 然後去買到我們補貼35億 然後去買到4億900噸的水 等於是一度水才8點多 可是我們平常民生用水一度是11塊 所以說他用非常低的價錢 在乾旱時期 反而用更低的價錢 可以買到能源用水 那這樣情況就是說 我們如果沒有個制度化的標準 去限制我們的政策的話 就會讓行政官員 會完全以照他們自己想的意思 他們可以隨意行事的去決定說 誰在這個東西下面是受害者 那這兩點我們是認為就是說 如果說在長期來看的話 我們應該要做到這兩個面向的事情 可是短期來講 我們還是認為說 政府不應該一直強迫農民修耕 應該要協助農民轉做 而不是直接剝奪農民 他們自己的工作權利 今天非常謝謝 林曹未來跟我們分享 特別談論到整個 從這個現實 就看到整個台灣 背後更嚴重的這個農業的問題 那希望下次有機會 也再繼續的來訪問 台灣農村政縣的朋友 那也希望大家 能夠持續的關心這樣的議題 我們節目到這邊 下禮拜空中再會 謝謝 拜拜 謝謝 我的愛 會給你個擁抱 抬起頭 看出生命的溫暖 天空的眼淚 時光的時間 還來不及還行